看顾仲生已是无力还击的状态,一碗羽三人挺着伤势,忍痛杀向顾仲生。 别给他任何机会,赶紧击杀。 一碗羽,看了一眼闭血妖蛇那边,依旧和清光老祖不断纠缠,不过清光老祖的情势不容乐观,十个回合内必定落败,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崔彻浩和高紫远不是傻子,自然能够看出局势,此刻也是随着夜晚雨杀向顾仲生。 最先临近的夜晚雨,见后方两人还未临近,忽然小声说道。 顾仲生,交出蛇穴莲子,我可以放您一条生路。 顾仲生心中一沉,这个夜晚雨果然有一些手段,知道自己手里还有蛇穴莲子, 不过要让他交出蛇穴莲子,显然是不可能的。 想要莲子,拿命来换。 夜晚雨敲脸一冷。 冥顽不灵。 夜晚雨手中冰蓝长剑,凝聚斗气,枉然刺向顾仲生。 这时候,高紫远和崔智浩也杀了上来。 顾仲生,我早说过了,你今日,在劫难逃。 高紫远一脸怨恨,崔智浩也是手掌电光涌动。 眨眼间,三人距离顾仲生也不足五步距离。 三人攻势熏猛,一拳一掌一剑,眼看就要落到顾仲生身上。 这时候顾仲生冷笑一声,压榨体内最后一滴斗气,指尖猛然点在地上。 紫颜魔藤阵,地面上光芒一闪,不过光芒很暗淡,这证明顾仲生灌注的斗气非常稀少。 地面钻出一根根紫色的魔藤,不过这魔藤非常透明,看上去好似脆弱不堪。 可即便如此,魔藤依旧一下子便将三人缠绕住,更是不断用力绞杀。 什么?还有斗阵? 一碗雨一惊,冰蓝长剑挥舞。 将魔藤斩碎,但魔藤碎掉又有新的出来,导致夜晚雨不得不挥霍仅存不多的斗气去抵挡。 高紫颜和崔智浩同样如此,他们也能够感受到现在这个斗阵十分脆弱,可问题是,他们的状态也差得不能再差了,这一下子双方还是僵持起来。 这斗阵布置得非常勉强,威力不足,持续时间定人也不长,坚持一下。 一碗雨不想放弃,崔智浩和高紫颜眼神很利。 坚持一下,顶多十个呼吸,这斗阵便会逐渐消失,到时候便是他的死期。 就在这边僵持之时,另一边的清光老祖和碧穴舍妖那边传来的极强波动,众人一惊,转头一看,只见清光老祖被碧穴妖蛇以下击飞,吐血不已。 这一幕,让叶弯穴等人心底一沉,若是碧穴妖蛇能够抽身,到时候他们三人定然有死无生。 崔智浩还好,高紫颜却是萌生退役了。 老东西啊,你之前伤本王的账,本王会全部逃回来。 碧穴妖蛇见清光老祖被击飞,发泄得大吼,那清光老祖之前硬生生吃了碧穴妖蛇一击,此刻干枯的身体如同散架一般,萎靡不振。 碧穴妖蛇没有任何犹豫,猛地冲向清光老祖,那清光老祖本就已是强弩之末,面对如此愤怒的碧穴妖蛇本应该胆战心惊,可不知为何,顾众生竟看到清光老祖的眼中带着一丝得逞。 不好,有蹊跷,顾众生想要提醒碧穴妖蛇,但已经来不及了,碧穴妖蛇已经冲了出去,正在这时清光老祖的储物带一闪。 一个卷轴出现在手中,清光老祖将卷轴瞬间铺开,同时肚气灌出。 卷轴中有着密密麻麻的画线,里面竟然藏着一个斗阵。 这都成卷轴。 顾众生咬牙。 这斗阵卷轴能够储存一个斗阵进去,危险时刻,以斗气催发。 斗阵可瞬间展开,不过,这斗气卷轴只能使用一次,属于一次性消耗品。 而且斗气卷轴十分昂贵,还需要斗阵师悉心炼制才行。 这清光老祖能够拿出斗气卷轴,定然是花了重金的。 你中击了。 清光老祖争鸣大笑,瞬间触发斗阵卷轴,一瞬间,一团强光瞬间包围了袭来的壁血腰蛇。 那壁血腰蛇虽然在和清光老祖的战斗中占据上风,但也是被消耗严重,此刻状态也好不到哪儿去。 突然被斗阵笼罩,猝不及防之下,被一个斗气囚笼给笼罩。 被困住的瞬间,清光老祖手中再次一闪,一个包裹被他扔出,那包裹在壁血腰蛇上方爆炸,那是一团黄色的粉末,味道很重。 不远处的故众生瞬间认出此物,年火嗜血粉和黄炎断魂散。 对于蛇类来说,任何一样东西都具备着极强的杀伤力,更别提两样东西混合在一起。 这还没完,当黄色粉末漫天落在壁血腰蛇身上时,清光老祖手中出现火苗,对着前方一推。 那火苗刚刚沾染黄色粉末,无数的黄色粉末瞬间燃烧起来,烈焰从空中一直蔓延到壁血腰蛇的身体上。 壁血腰蛇发出惨叫,但身体表面那些坚不可摧的鳞片此刻开始溃烂,露出柔软的血肉。 而这些没有任何保护的血肉则是被疯狂地燃烧。 那种浑身被灼烧的痛苦,重斥着壁血腰蛇的全身,他不停地翻滚,看上去痛苦不堪。 与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光老祖猙獰的狂笑。 老祖早就说过了,你一定会被我炼成血丹,助老祖突破斗亡。 鱼马三口呼吸的样子,黄色粉末的燃烧逐渐减退,那斗阵卷轴形成的牢笼也开始消散,露出其中面目全非的壁血蛇腰。 此刻的壁血蛇腰别说战斗了,恐怕是动弹一下都不行,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还吊着。 壁血蛇腰的惨样让叶丸鱼等三人大喜不已,他们还担心壁血腰蛇会解决清光老祖,然后来击杀他们。 现在这个顾虑不存在了。 快杀了他! 叶丸鱼已经等不及了,他必须赶在崔志浩高子元两人之前杀掉顾仲生, 这样才能拿走他的蛇血帘子。 只见叶丸鱼手腕上的紫色手镯开始发光,一丝丝精纯的斗气进入他的体内。 一瞬间,叶丸鱼仿佛恢复了一些力量,冰蓝长剑大开大合, 将前方的紫岩魔藤全部砍碎,然后杀向顾仲生。 冰蓝长剑闪烁着破人的寒气,刺向顾仲生的烟头。 不识好歹,别怪我。 叶丸鱼小声说道,话音刚落,冰蓝长剑已经来到顾仲生的咽喉处, 眼看就要将其击杀。 最后,冰蓝长剑枉然袭出,距离顾仲生的咽喉不足一指距离。 这一刻,顾仲生切实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他甚至能够感觉到冰蓝长剑上传来的寒气。 到极限了吗? 看样子,只能动用紫辰蓄灵塔了。 战老。 顾仲生在心中不断呼唤, 很快,脑海中响起苍老的声音。 别急,他来了。 顾仲生似乎猜到了什么,嘴角浮出一抹冷笑。 他? 也就是在顾仲生都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之时, 远处忽然刮起了一阵黑色的狂风。 这股狂风一瞬间便席卷了顾仲生以及夜晚雨。 巨大的吸力破坏了夜晚雨的攻击, 更是将他以及高子元两人给先飞出去。 夜晚雨三人再次坠地,疼痛难忍。 看向前方,狂风停下。 显露的是一个身躯庞大的黑牛。 他有着深邃黑暗的鳞片, 就像是穿着一身盔甲一般。 更瞩目的是, 他头顶两根又弯又长的黑色牛角。 没事吧? 大黑牛看向顾仲生。 经过之前战老的提醒, 对于大黑牛的出现, 顾仲生并不意外。 你终于来了。 原本, 顾仲生都准备动用紫尘塔了。 大黑牛的出现可以说是及时雨了。 大黑牛一笑。 好久不见了。 顾仲生笑着回答。 上次一别, 的确好几年没见了。 大黑牛看着顾仲生的伤势。 你的情况似乎不太好。 顾仲生有些疑惑地看着大黑牛, 他想问对方的旧疾痊愈了吗? 但顾仲生又看了看其他人, 并未问出口。 不远处的青光老祖, 也被大黑牛的出现惊愣住了。 他眼神中带着恐惧。 六, 六结魔兽。 六结魔兽, 那可是堪比窦黄的存在。 毫不夸张地说, 即便是吹口气, 也足以将在场的人杀掉一百次。 碧雪蛇妖看着大黑牛, 沙哑地嘶吼道。 大黑牛, 你快救救我, 我可是为了保护那小子才这样的。 大黑牛看了看碧雪蛇妖, 摇头叹气。 唉, 突破五结后, 还打不过一个斗灵巅峰, 真是没用。 碧雪妖蛇可不敢和大黑牛顶嘴, 这时候, 大黑牛才看向青光老祖, 厘识道。 你是自己死, 还是我送你去死? 青光老祖猛然地倒退一步, 神情琢磨不定。 传闻魔云身有六阶魔兽, 果然不假。 虽说对方是六阶魔兽, 但青光老祖实在不愿放弃 即将到手的碧雪蛇妖, 但青光老祖实在不愿放弃 即将到手的碧雪妖蛇, 并未马上离开。 大黑牛看着青光老祖, 看样子, 你想让我送你去死? 说吧, 大黑牛身上气势爆发, 一股六阶魔兽的威压, 充斥全场, 那青光老祖心中一震, 这股威压太恐怖了, 他不敢停留, 转身便朝着远处逃走, 见青光老祖逃走, 碧雪妖蛇嘶吼道, 大黑牛杀了他, 别让他逃了。 对于碧雪妖蛇来说, 恨不得将青光老祖碎尸万段, 自然不愿将其放走, 听到碧雪妖蛇的话, 大黑牛面色平静, 并未理会, 只是默默走向顾仲生, 将顾仲生扛了起来,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先走吧。 带着顾仲生, 大黑牛转身便朝着山顶走去, 碧雪妖蛇看着大黑牛, 发泄一半, 你为何不追杀那个老东西啊, 还有那三个小混蛋, 就是他们打伤的顾仲生。 仿佛是听烦了, 大黑牛眼神一瞥碧碧雪妖蛇。 你再嚷嚷, 我便先杀了你。 碧雪妖蛇瞬间收声, 那是一个字也不敢再说, 即便突破成为五阶魔兽, 依旧没有任何底气, 敢和大黑牛叫板, 他是魔云山的最强者。 最后, 大黑牛就要带顾仲生离开, 这时候, 碧雪妖蛇忽然说道, 等等, 顾仲生, 你不杀他们三哥? 剩下的三人, 一马露出诧异与恐惧, 顾仲生对着碧雪妖蛇道, 当然要杀, 顾仲生要杀, 但现在的状态肯定无法亲手杀, 碧雪妖蛇不是傻子, 想着这段时间被叶婉宇三人追杀, 心中便是一团火。 你现在杀不了, 那就让我来杀。 说着, 碧雪妖蛇带着滔天的愤怒, 冲向叶婉宇三人, 叶婉宇三人大惊失色, 快逃! 虽说碧雪妖蛇也是重伤之躯, 可他是五阶魔兽, 再怎么也能够轻易杀了他们? 叶婉宇反应最快, 已经暴退好几步, 崔智浩和高姿元想逃时, 那碧雪妖蛇已经杀了, 此刻蛇尾一摆, 崔智浩首先被击中, 当即狂奔鲜血, 身体似乎被碾碎一般, 倒在地上, 然后便是高姿元, 他静静还没有崔智浩搞, 连崔智浩都没逃掉, 他自然也逃不掉, 并且重伤之躯, 也让他提不起半分力气展开速度, 下一秒, 高姿元也被蛇尾扫住, 瞬间倒在地上, 解决掉两人, 碧雪妖蛇杀向叶婉宇, 以他的速度, 追上叶婉宇不是难事。 你逃不掉? 蛇尾再次袭来, 感觉到背后传来的冷风, 夜晚雨花容失色, 绑拍手腕上的紫色手镯, 一股紫芒将其包裹, 如同一个皮球被瞬间击飞, 夜晚雨喷出一口血液, 落地的瞬间不敢停留, 奋力地朝着远处逃去。 可恶, 他竟在摩云山认识这么多魔兽, 不行, 我得活着回去, 否则便无人知道, 崔智浩三人都是死在顾仲生手里了。 碧雪妖蛇还想追击, 但他状态也不好, 继续追击, 若是遇上青光老祖, 必死无疑。 如此思虑, 碧雪妖蛇立马后退, 看着奄奄一息的崔智浩与高子远, 两人害怕极了。 顾仲生, 我们是同门, 你不能杀我们。 顾仲生, 你快让他停下, 念在同门之情的份上, 放我们一条生路。 如此切实地面对死亡, 两人没有了平日高高在上的架子, 也没有刚看到顾仲生那般轻蔑, 有的只是害怕和恐惧。 看着两人, 顾仲生冷笑道, 同门? 你们围杀我的时候, 怎么不念同门之情? 说着, 顾仲生对碧雪妖蛇使了一个眼色, 碧雪妖蛇瞬间扬起蛇尾, 然后无情拍下, 两人瞬间毙命, 死无全尸。 这一幕让顾仲生心中一口气狠狠发泄了出来, 他让大黑牛扛着自己上前, 亲手摘一下崔智浩和高紫远的储物袋。 可惜, 让夜晚雨逃掉了, 他若是回到玄宁宗, 只怕又会是个麻烦。 打开两个储物袋, 首先是两张卡片, 崔智浩的卡片装着两万斗气值, 高紫远的装着一万五, 总共加起来, 光是斗气值并获得了三万五。 除此之外, 崔智浩的储物袋中还有不少杂物, 最显眼的便是那本电光掌的斗技, 那是一本玄节顶级斗技, 还算不错。 除此之外, 各类丹药有不少, 顾仲生有些遗憾, 按照他的推测, 最肥的绝对是夜晚雨, 他的储物袋应该全是好东西, 可惜, 没能留下的。